这里是桃园绿线的G09站 那邻近小快溪重化区还有中镇商圈 周边房价近三年涨幅已经超过了四成 还有相隔一站的G08站 涨幅同样超过四成 还有邻近马园商圈的G03站 涨幅同样也超过了四成 那说明了捷运站点带来的建设力多 已经开始在桃园房市发酵 那其实我们还要带你们来看看 到底小快溪重化区有什么样的优势 能支撑房价呢 那小快溪这一边 其实它在桃园市来说 算是非常精华市中心的一个重化区 那因为它本身它的地点 就被几个成熟的市区包围 比如说它南侧呢 这一边大概就是这一个 原本的桃园站前商圈 那往东往西呢 分别也有这个大友商圈 还有这一个中正绿文特区等等 所以环道在小快溪重化区周边的 都是已经发展成熟的 既有热络的一个闹区 也让小快溪重化区 虽然是一个新兴重化区 但是它本身呢 享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成熟商圈的生活机能 但除了小快溪重化区 靠近巴德扩大重化区的 G01跟G02站 周边的房价也涨幅超过三成 新陈屋是站稳了三字头 预售屋更是开价到了 每平48万元的行情 中国交易市场同样热络 以巴德扩大重化区内物件来看 这间是2加1的格局 对 其实蛮适合新手夫妻 或者是退休的家庭都可以 对啊 所以您可以参观看看 这间2加1房室内10坪17坪左右 总价1300多万 换算每坪43万已经赫尘交 当中不少购屋族群 是双北换屋族 也有不少都跟屋主 来这里寻找闹中取境的物件 中型的卖场 或者是一些连锁的商店 都已经进来了 甚至这个公车的童年客运 也可以直达到新北了 对 所以我觉得整个机能 是越来越完善 对 越来越完善 然后再加上整个环境的规划 入购大条 巴德扩大重化区 周边站点几近涨幅前5名 主要是巴阔不仅有捷运绿线 博道3号也计划新增巴德交流道 加上新北捷运三阴线 也规划延伸到巴德与绿线转成 巴德将成为桃园 往来双北的轨道门户 中古屋大概5年到10年左右 因为我们这个重化区 大概11 12年左右 所以大概这个区间 大概抓三四只口 已经都确定的东西了 对 那新一点的 新中古屋像这间6年的 介于这个5年上下这边来讲的话 大概到35上下 是蛮常见的啦 因为桃园捷运绿线它未来可以算是这个桃园市区的一个心脏干线 它除了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在建制中的路线以外 它未来还有这个航空城支线 然后还有这一个有在规划所谓的中立平正这边的延伸线 甚至更后期的还会有往这个大西方向的延伸 那当然除了它这个本线的部分 目前当然就是刚刚有提到 像小块锡 像扩大 都是一个蛮具有这一个前景的 那你如果继续往北走 比方说像这个大远的果林这一带 大远果林这一带 因为它本身离航空城开发区非常的接近 那它本身现在其实也就蛮多 这一个航空就业群众 因为毕竟机场那边是没有什么住宅供给的 所以他们有一些就会往这个青浦跟果林这边 来做购物跟租屋 桃园捷运绿线年底试车 沿线站点涌现涨幅 未来捷运通车带来交通力多 桃园房价新一哥的位置 会不会从青浦特区换别的区域当家 让这里的房市更加充满想象空间